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都是我和丈夫一万的猜测 猜测 阿里克提高了声音 猜测可不能给人顶罪 被告律师当年播放的录像带也全是猜测 如果因为我的当事人长相出众 就要受到这样的恶意猜测 我认为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 我们当天将谜语损失提高到五十万美元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阿里克主动向法庭出示了证据 这些天的报道 不说案情 却热衷挖掘夏小兰的个人隐私 好好一个著作全案子 非要往桃色绯闻全色交易上扯 阿里克不当停把这一点指出来 又拿什么来替夏小兰洗掉身上的脏水呢 我的当事人受到极大的身心伤害 他在华国已经有了感情稳定的未婚夫 他从来没有掩饰过这点 这些不实指责全都不是有效证据 为此 我恳请法庭传唤我方另一人证 哈罗德·威尔逊先生 威尔逊夫人脸色发僵 哈罗德回美国了 不可能 他早上才和丈夫通过电话 伊万很想把哈罗德骗来美国 但哈罗德对夏小兰的心思好像淡了 居然不为所动 就在今天早上 伊万才看到哈罗德在一群保镖簇拥下回到酒店 短短几个小时 哈罗德怎么可能来纽约法院出庭作证 威尔逊夫人忍不住去看夏小兰 夏小兰脸上一点惊讶之色都没有 夏小兰早就知道 她知道麦尔斯会用什么点攻击 提前让哈罗德做好准备 回美国作证 哈罗德又是故意耍了手段 让伊万误会 夏小兰骗得她好苦 麦尔斯的视线不断扫过她 威尔逊夫人知道 那是麦尔斯的惊讶和埋怨 麦尔斯可是再三和她确定 哈罗德不会出庭 尽管有事后 被一个有钱富豪状告诽谤的风险 起码今天的官司赢了 麦尔斯愿意冒这个险 然而说好在华国的富豪 居然出庭了 全色交易的男主角现身了 哈罗德出现在证人席上 报纸上乱写 麦尔斯捕风捉影 但哈罗德长什么样子 法官和陪审团成员并不知道 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 这位绯闻中的富豪 年纪并不是特别大 非常英俊 非常有气势 这样的男人不会缺女伴 随便招招手 有多少女人会心动 他恐怕不需要全色交易吧 哈罗德先生 知道您行程忙碌 很感谢您能出庭作证 不客气 为夏小姐证明清白 也是在为我自己证明清白 事实上 我这段时间 一直在国外出差 当在美国的助理已经告诉我 这几天在纽约发生的事 你认可那些报道吗 哈罗德扫视全场 视线并没有刻意在夏小兰身上停顿 和被迈尔斯问到脸红窘迫的马修凯尔顿相比 哈罗德堪称无比老练 发誓要说真话 就真的要说真话吗 就算他和夏小兰有什么交易 他都可以当庭否认 何况 确实没有什么 什么报道 你是说 我为了夏小姐而赞助康奈尔大学建筑学院 举办首届CW建筑设计比赛 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谣言 去年因为酒店负责人的贪污事件 吴尔逊酒店的经营遇到了挑战 为了不影响吴尔逊酒店在华盛顿的新项目 酒店肯定要做出一定的举措 经过考虑后 酒店选择和康奈尔大学建筑学院合作 举办设计比赛 增强吴尔逊酒店的人文底蕴 同时 我们还和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合作 希望为酒店的住户提供最优质的食材 这两项计划是同时进行的 并且不是一次性 而是长久的合作 今年第二届CW建筑设计比赛 已经在筹备中 如果像绯闻中所说的 CW建筑设计比赛 是为了夏小姐而举办 今年夏小姐已经离开了康奈尔大学 这个比赛应该停办才对 赞助比赛是要有一定花费的 比赛只为了某个人存在 毫无道理 哈罗德把假话说得像真话一样 这就是商人做事的方法 CW建筑设计比赛 当然是为了夏小兰才举办的 但除了哈罗德自己 谁知道 就算夏小兰本人都不知道 哈罗德还不是那种幼稚鬼 为某个女人花了点小钱 一定要宣扬得人尽皆知 还要到那个女人面前刷人情 她当时只是想找个借口 接近夏小兰 CW比赛的确替她达到了目的 这就足够了 而且她花了一份钱 可不仅是只达成了这个目的 商人都是很精明的 不会做亏本生意 CW建筑设计比赛 今年的确还会举办 今年要扩展到全州 明年扩展到全美 这本来也是哈罗德的规划 首届CW建筑设计比赛 绝对公正 评委除了康奈尔大学 建筑学院的教授 还有来自福斯特和美国 PW事务所的建筑师 不管这个谣言从哪里传出来 我一定会将造谣者 告到倾家荡产 证人 这里是法庭 请注意你的用语 法官及时打断 丽莎和麦尔斯 还是不自觉有点心慌 在美国 议员说的狠话不可怕 甚至有人敢耿着脖子 和联邦政府对着干 但有钱人说的话 所有人都会重视 讲法律吗 法律就是为美国 有钱人服务的呀 像埃里克这样 专门替穷人打官司的 厉害律师 才是绝对的少数 麦尔斯紧紧盯着哈罗德 好像一头秃就 证人否认了和原告 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哈罗德先生 您敢当庭否认 您对原告 没有超出友情之外的 特殊感情吗 我是说 男人对女人的欣赏和喜欢 愿意为他做一切的那种感情 包括隐瞒他本人 为他的事业进行不恰当的帮助 反对 反对有效 被告律师 注意提问方式 法官略有不悦 这已经是麦尔斯 不知第几次 诱导性提问了 法官虽然没有偏导性 律师也不能将法官 当成是傻子 一次又一次试探底线 没关系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 我和夏小姐 没有任何超过友谊的情感发生 我们从未在任何私密场所 单独相处过 全色交易 是不实谣言 第二 我并不喜欢夏小姐 不管过去 还是现在 什么是成功的商人 成功的商人 不仅骗别人 连自己都能骗 夏小兰陷入这样的困境 的确有一部分原因 是她当初的不当言行 她为夏小兰解决这个困境 是应该的 何况 她说了过去和现在 并没有保证将来呀 等赢了官司 她照样可以重新喜欢吗